而除了滑轮竞速之外 在非正式项目的龙舟比赛 中华队也拿下了一赢一桶 龙舟可是国粹 虽然这次试运比赛中 龙舟只是表演赛而不是正式项目 不过20名选手还是咬紧牙关 拼死拼活 就是要为国争光 不然同心协力下 龙舟代表队在200公尺的比赛中 拿到了世界比赛中有史以来 最好的成绩第三名 也是中华队在试运会的地面铜牌 不只是200公尺有优异成绩 下午中华龙舟代表队原班人马 更在2000公尺的比赛中 一举夺下一面银牌 教练表示 其实我们东方人的身材 本来就比西方人瘦小 肌力也比较弱 不过我们靠的就是快速的 滑奖速度和意志力来取胜 我们没有外国选手 他们的体型高大 手长脚长 滑距比他们短 力量比他们小 所以我们只有用这个 比较高的奖评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特色 尽管台湾选手成绩不错 不过今天正式比赛中的 第一面金牌 则是由这位26岁 从芬兰来的女选手 Mina Coppy 在定向越野女子短距离 项目中所拿下 她对于自己拿下第一面 试运金牌感到很惊讶 指服自己很荣幸 也非常的开心 接着林医埋留汉林 高雄报道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边本来报道 第二面一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